家住四層流流别墅 进门映入眼帘的是铺满大理石的客厅 沙发桌椅都是特别定做 超高的天花板上 镶上了金边 衬托的客厅宽阔明亮 从客厅到四楼卧室 不用走楼梯 室内电梯直达 卧室里面女主人的衣帽间 比普通人的房间还要大 里面装满了各种新款的衣服包包鞋子 大部分连吊牌都还没有拆 这个不是小说的情节 而是中国短影音平台上最流行的炫富视频 怪不得网友会说 你以为富豪的生活 真的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吗 富豪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 大家好我是饭气肥 欢迎收看饭雪的得得看世界 对于普通人来说 富豪的生活非常的神秘 一分钟进账几百万的富豪们 大概都是用燕窝漱口的吧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好好奋斗 成为富一代 梦想虽然很远 不过看看富豪的生活 做做白日梦还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通常接触不到真富豪了 但透过影片看看富豪的生活就容易得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在中国流传起一个新的致富口号 想要富先炫富 意思就是说像抖音这种转影音流行之后 展现富豪生活的影片非常受到欢迎 很多自媒体创作者就靠着这个热潮吸引大批流量 并且将其变现大赚一笔 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位家里有电梯的 其实就是在推销产品的 在中国就是讲带货的 所以现在的短影音平台上不管是美妆类美食类还是房产类 人人都是手提爱马仕 外出开车呢动辄上千万人民币 购物时眼睛也不眨 买完之后呢还要特别炫耀一下价格 我们中国的写手说 他每次看完都忍不住要想 他是不是为国民经济拖了后腿 这是拉低了人均收入的意思 所以这个网路炫富在中国是怎么开始的呢 这要从被中国网友封为国民老公之称的富二代王思聪说起 他是前中国首富王健林的独子 他早期常在微博上炫富而被网友熟知 早在2017年他曾经晒出自己的爱犬王可可坐飞机的照片 曾任雅虎中国总裁的周鸿鬼也疑问说 狗狗能够带上飞机吗 王思聪则大方回答 这是我的私人飞机 网友们在震惊首富之子如此有钱之鱼 又感叹自己的生活过得还不如一条狗 此外王思聪也曾经被问到交友标准 他十分自然的回答 我交朋友从来不看对方有没有钱 反正都没有我有钱 诸如此类的炫富发言 让王思聪名声大噪 当时有不少人模仿王思聪的成名之路 于是在各种社群平台晒照片炫富 停满名车的车库 铺满人民币的超级大床 甚至是挂满一整墙的名牌包包 短影音平台兴起之后 炫富就变得更加直接 一张照片拍不完自己的豪宅 那就拍个影片给大家看 影音平台上大家都在炫富 也让外界惊呼 原来中国的有钱人这么多 当然也有一些体验型的炫富 这类影片创作者的本身 不一定很有钱 他们透过到各种高消费场所游玩 记录全过程 向大家展示有钱人的高端生活方式 影片中出现的高级餐厅亿万豪宅 可能是一般人一辈子都进不了的地方 被中国官方点名批评 帐号还遭到封锁的网红大logo 就是这个类型 在他的影片当中 一碗2688块人民币的龙虾面 都算是第一价位的消费 其实很多人是抱着猎奇的心态 点开他的影片 想要了解平时接触不到了 有钱人的消费形态 但也有网友说 本来下班后约朋友吃麻辣小龙虾 喝啤酒 觉得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但是一看他的影片里的大龙虾 立刻就觉得自己的小龙虾不香了 根据瑞士信贷研究机构的数据 1%的中国人拥有全国31%的财富 前不久我们也报道过 一个河南家庭在疫情政策水灾的影响下 整个家庭差点崩溃瓦解 当时我们在影片中强调 这个故事有可能是虚构的 但影片能够流行起来就代表在中国的一个声音 疫情的影响下 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 而网络上泛滥的炫富影片 直接让人看到中国的贫富差距 难免会激起观众的负面情绪 质疑国家说好的共同富裕在哪里呢 所以中国政府为了要维稳 平息国民的仇富情绪 今年5月就推出了清朗行动 这意思好像是指 政府要让网络世界从仇云惨物的状态 变得天狼弃青的样子 根据清朗行动 负责人中国网络综合治理局局长张庸居 在2021年清朗系列记者会上的说法 民众可以在网络上展现自己的富裕生活 但要注意内容是不是有助于激发人们 积极向上的生活 为了美好生活而奋斗 同时他也提到平台应该要建立标准 加强审核适当的建立黑名单 他最后发言还说 这是道德层面的行为 不好管 但是现在已经定性了 处罚就必须跟上 当然啦 我们知道共产党一向是管天管地 管空气 什么都要管一管 那此令一出呢 各平台就开始整顿账号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 抖音查封了大约4000个跟炫富有关的账号 但中国当局认为 这样的力道还不够 今年10月 短影音平台 抖音跟快手又分别被罚款20万人民币 其中还不包括被没收的非法所得 当时平台推送了一则金融广告中 一名男子因为没钱升等机舱而被看不起 病人帮助他借贷 并说以后需要钱的时候可以随取随用 也被那些没礼貌的人给笑话了 当局认为这支广告的内容 违背社会良好美好风尚 这意思大概是指广告宣传手法内容 过于低俗 或认为这支广告的价值观有问题吧 之前被网友称为人均一个香奈儿 中国版Instagram的小红书 从前被批炫富成灾 最近却成为被官媒演名表扬的优等生 今年的5到10月期间 小红书共标记了8787篇炫富笔记 查封了240个账号 今年4月小红书推出社区公约 倡导用户真诚分享以真实为主 怀有同理心照顾读者感受 同时平台也邀请多位创作者 来主动分享自己对炫富的看法 呼吁大家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积极回应国家号召的共同富裕 名为HR小红哥的创作者就说 平常炫富分成两种 一种是真有钱但也真匮乏 另一种是假有钱通过炫富来发财 这些说法是有道理啦 不仅仅是中国各国都会有人为了吸引眼球 故意拍摄非常夸张的炫富影片 而年轻人没有足够的分辨能力 就容易受影响 但中国上下都在刻意回避的问题就是 那些轻轻松松享受到普通人 一辈子望尘莫及财富的有钱人 究竟是谁 他们的财富又是怎么来的 一向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国 怎么会存在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 那些炫富影片消失了 但中国社会中真实存在的贫富差距消失了吗 还是只是选择性的看不见了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跟订阅Light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Today国际栏目里面 就我们所谓的报道 繁协的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年见 今天Today看世界是写炫富 我就在想啊 那我有什么可以炫的呢 就想了半天以后 我们家最贵的 好像是只有这几幅画 而且还是朋友打折打折打折 才能买的 说是我们家最贵的东西 其实说实在也没有多少钱 所以小偷不要来偷哦 拜托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